大家好,欢迎来到飞飞的家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非常简单的铲嘴怪味豆干 怪味豆干非常适合当零食来吃,也是下酒的佳肴 现在就开始做吧 今天,我们用了8块小香肝 先将豆腐干切成厚条 大约0.5厘米左右厚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先炸点辣椒油 用一个小锅里,倒入大约一杯左右的油 加一些香料,小火熬香 这个时候,去一个小碗 倒入4大勺红辣椒末 加1小勺盐 先加大约一大勺的凉油,搅拌均匀 这样,待会加入热油时,辣椒末就不容易炸糊 当小锅里的油烧到大约到220摄氏度,关火 捞去所有的香料 用一个大勺,一勺一勺的将热油浇到辣椒面上 倒入一点点香醋,会使辣椒油更红 再将所有油倒入 辣椒油就好了 是不是很不错 现在来调怪味酱汁 取个碗 放入一大勺芝麻酱 两小勺芝麻油 再加入一大勺和一小勺的生抽 用小勺将其合开 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再往里加入一大勺白糖 一大勺香醋 两大勺自制的红油辣椒 八分之一小勺盐 八分之一小勺花椒末 二分之一小勺熟芝麻 将其搅拌均匀 外味调料就做好了 放一旁备用 炸之前 将豆干均匀地沾上玉米淀粉 用一个塑料袋 将豆干条放入 再放一些玉米淀粉 然后 来回上下晃动袋子 让每一块豆干条 都均匀地沾上淀粉 最后 用一个漏勺 漏取多余的淀粉 将粘有淀粉的豆干条 放入一个盘中 放一旁备用 好了 准备工作做完了 可以开始炸豆干了 锅里倒入油 当油温升到180摄氏度左右 下入豆干条炸 炸至几分钟 这样就可以了 将炸好的豆腐条放入一个大碗中 倒入怪味酱汁 搅拌均匀 放几分钟 让酱汁被豆干条充分吸收 最后 将豆干条装入一个盘子里就好了 尝尝 非常地道的四川怪味味道 吉麻 辣 甜 酸 咸 鲜 香味一体 绝对的怪味 喜欢的话 就收藏起来 试试吧 好了 就分享到这 谢谢收看 下集见 P 音乐 咸 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